东华新市区居民约500户3000人 是花东地区最早的大型社区 民众陈勤议员张怀文 由于居住人口在东华大学立校之后 迁入人口不断增加 造成社区前的梯子路口经常发生交通意外 希望增设道路三项号制灯 警示用路人行车安全 在乡间小路上来往的车辆相当多 这里是离东华大学最近的一个社区型住宅 居住者约有3000人 在上下班时段经常在入口处 容易发生交通意外 居民陈勤 签议员张怀文 希望能够设置三项号制 减少梯子路口交通事故的发生 我们平和一直到智协这个产业道路 其实使用很频繁 因为平和到花莲 或者从花莲智协的要到平和 所以还有以及在这边做有机农场的这些农友 在这边的住户都经常在这边使用 那这条道路很平很直 所以有时候速度会快一点 碰到这个梯子路口 真的大家都知道要减速慢行 可是往往会造成一些车祸 所以我建议县政府能够预注经费 最起码要有一个赏黄灯的设置 让我们的这些居民都很 都一下子就知道说这个地方 是一些危险的路段 那照明的设备我们也希望能够加强 在社区主委以及县府交通科的陪同会看之后 考虑到周边照明设备不足 同时希望能够减少社区的治安死角 服务处主任林品阳表示 会协助争取县府太阳能节能路灯 解决照明不足的问题 主要是希望能够实际改善我们乡亲 灯光照明不足的部分 还有治安为安的问题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议员 像我们花莲县政府 能够来争取更多的预算 依注在我们这个社区 让我们乡亲能够在设备 依注下来以后 那居住的环境能够更安全 长期关怀社区安全 以及油气设施的设置 先议员张怀文表示 希望能够透过会刊了解社区的需求 并协助争取相关预算的编列 来有效地解决民众 在治安交通上的生活需求 记者凌桀 收封箱采访不到